美国一边毫无根据地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指责中国 另一边滥用世界领先的网络技术 实施大规模监控窃密 美方除了侵犯本国公民隐私 还对其他国家甚至盟友伙伴进行大规模窃听窃密 抹黑别人洗白不了自己 事实早已证明美国是当之无愧的黑客帝国 监控帝国窃密帝国 美国应当深刻公身自行 停止针对中国和全球的网络窃密行径 停止在网络安全问题上 向他国泼脏水的行径 做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网络空间行为者 相关企业也应该秉持专业精神 避免沦为美国处于政治目的 制造虚假信息 抹黑他国的帮凶